和平宋系列活动将会如何进行呢 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和平宋的发起人 我们多伦多龙文化节的总策划 我们嘉华一连的主席张俭先生上台 来向我们大家进行宣布 掌声欢迎 有请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又上来了 二进宫 明年 是世界反法西斯 继中国抗日战争 胜利的80周年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抗日战争 在80年前 它是进中国近代史上 全民族最团结 同力合作 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行动 抗日战争 的全民族团结 它反映了 中国人是可以团结的 中国人只要团结 它的力量是无穷的 是无限的 这是发生在80年前的事情 那么现在 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我们要回忆这段历史 我们回忆这段历史 我们纪念这段历史 我们不是为了 我们是要记住我们的先人 为了祖国的民族解放 所做出的浴血奋战 而我们不是要记住 我们那一段中日战争的仇恨 中国和日本是个民邦 我们希望中日关系永远和睦 永远交好 但是这段历史 我们绝不能忘记 为什么 因为这段历史 它是创造了 中国人 中国民 中华民族 大团结的 毕无前例的第一次 中华民族只要团结 只要团结 那就战无不胜 在今天这个年代 当今这个世界 不论是在国内 中国在国内 还是在国内 我们仍然需要 我们这民族的团结 我们仍然需要 民族的凝聚 民族的凝聚 是国内 中国发展的根本 是我们海外华人 能够得以发展的力量 所以 抗战胜利80周年 我们这场活动 一定要搞 这是一场系列活动 我们看到了 我们有舞台演出 叫音乐历史史诗 和平送 讲的是和平 反映的是战争 讲的是为的是和平 我们还有 我们对军方 曾经 对我们中国 抗民族战争 给予帮助的军方 进行 拜访和感谢 去采访 我们还有 抗日战争的 历史图片展 我们还有 我们关于抗日战争的 行动行动 四次的 作战会 我们还要有 对我们 抗战的后人 第一些 加强联系 互防 我们这样的 我们要叫 我们以前 也叫找老兵 寻找老兵 那现在 已经八十多年了 老兵已经 老兵已经都 先逝了 没有老兵 我们是找老兵的 后人 我们这里就有 将军的后代 在这里 我们在场 现场就有 将军的后代 是不是 我们 所以说 这是一个 一场系列活动 希望大家 关注这场活动 支持这场活动 参与这场活动 我们希望 更多的人 出钱 出力 因为那是我们 中国人的事情 是我们民族 民族的事情 是我们希望 通过这件事情 进行 海外的华人 一场 团结的一种 扭代 所以说 今天在此 我向大家 宣布 这一计划 这一决定 希望得到 大家的 不断支持 感谢大家